在尼泊尔的大卡利河 出现了会吃人的核怪事件 而在中国广州的一座湖泊里面 竟然也出现了恐怖的湖怪 吞噬了几十条的人民 甚至于在日本的海边 也出现了石爪的海怪 当场撕裂游客的身体 到底这些神出鬼没的水中怪物 有多可怕呢 今天真相holde住 将为您hold住 杀人不眨眼 基因突变是水怪 石爪湖有水怪 没想到在中国广州 花都的一座湖泊 也出现了湖怪 是写的杀害了几十条人命 就连尼泊尔的大卡利河 也经见神秘核怪 而且是变种的恐怖杀人怪物 将无辜的民众吞噬 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就连日本海边游客 也莫名的被撕裂 因为一种不知名的石爪怪物 突袭游客 今天真相holde住 就要追踪这一群处处杀人 来无隐去无踪的神秘嗜血外客 夏天一到 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去河边细水结束 不过在2007年的时候 尼泊尔有一群男生 他们在河边去玩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男生 大叫一声 整个人就被拖到水里面去了 而且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尼俊大哥 难道这就是老人家说的 抓狗体吗 对啊 来 我们看一下 故事的发生地点 自身领队尼俊 领队资历超过20年 造访您似乎水怪数十次 全世界哪里有水怪 它最能掌握 现在的印度跟尼泊尔交界 在印度的北边 尼泊尔的西侧边 在这个地点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表 我们就知道 当时就一群年轻人 暑假到了 夏天到了 当时喜欢到河边去玩水 这一位18岁的男生 突然间就到水里不见了 然后又冒出来 这个他的同伴总有说 好像是在表演特技 鼓掌叫好 以为他在吓胡闹 对 然后结果他又下去了 这时候突然间感觉到 是被一股力量拉下去的 第二次下去之后呢 又冒出来了 他同伴觉得不太对劲了 不太对劲之后呢 第三次下去之后呢 是感觉被一股很强的力道 拖下水了 拖下水之后呢 跟电影一样那一种 对对对对 再也不见了 再也不见之后呢 突然间看到河水泛红 整个河水泛成红色一片 天啊 那目击者有看到 水中有不明的物体 快速的游动 所有的人同伴就开始跑了 一鸿而散 对 一鸿而散 对 俊胜大哥 是 印度呢 跟尼泊尔哈那边的居民 就是在刚刚 尹俊大哥讲的这个河的流域 那这条河叫做大卡利河 是 在那边附近生活着 可是其实它这样子 河怪出现 或者说发生这样子 莫名其妙人失踪的状况 早在1988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过了耶 对 在1988年4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有个小男孩才17岁 叫巴哈达的一个小男孩 巴哈达的小男孩 专业领队吴俊升 带团造访世界各国 哪些地区有着神秘现象 为您一一破解 那他呢 有一次就带着他的女朋友 在那河里面呢 要展现他的勇气 给他女朋友看 约会啊 对啊 就游着游着 突然间就不见了 那有宰夫宰臣 那么一下喊了几声 就不见了 那他女朋友就非常紧张 回去跟他家人讲了以后呢 他家人曾经沿的河床 不见了 他也会对这一幕 是费人到这边 这是什么 可能是有这样的 就不见了 这边呢 是谁 本来是 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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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 因为一代一代 然后跟其他的交配 然后产生基因的排列组合 很可能 然后他的学名叫 坦克压嘴 然后他厉害到什么程度 你如果碰到人 他一天到晚就在大卡立和 那你寻缩寻觅 然后看到人家在游泳 马上就扑过去 然后都没有命的 绝对没有一毫的存活的机会 真的 因为他主动的攻击性很强 很强 而且他几乎 每天都存在饥饿的状态 嗜血性很大 所以说一碰到 马上就成为他的副中物 光是想到这个 每天都处于饥饿的状态 我以为只有发育中的青少年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想不到在河里面的巨链 也会这个样子 而且一般大家讲到链鱼 再大也不可能大到180公分 甚至于到两公尺这么大的地步 可是社长 刚刚汪老师有提到 他说这个链鱼 它是因为基因突变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么恐怖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它基因突变 你刚才讲了一般链鱼 我钓鱼钓很久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链鱼 大概差不多四五十公分 了不起的最大 四十公分 那东南亚我在马来西亚沙巴那边 有钓过一次链鱼 钓过 钓起来大概将近快 还不到一公尺 大概八十公分左右有了 很长 很大 对 那今天讲的这种河怪 这种大链鱼 真的是很少 很少钓到 几乎不可能钓到 很难 那这种鱼 在印度 你知道在印度这种鱼 它们叫说这种鱼叫 水怪 水怪 大到不像 三百公斤了 我们平常一条鲰鱼 五六斤就弄到要死 很厉害啊 对啊 而且这种鱼 你仔细看它的眼睛 这边上面有那个长得像两根脚 有没有 那我们这种鱼叫 水魔带角 水魔带角 有这样的 有长胡子 还有带脚的 对 然后它后面其实在背部 背部上面这边其实有一个像镰刀一样的东西 那一根很尖 这种鱼抓到的话 通常我像我钓到那个脸鱼 那个鱼会马上讲说 把它放在那个船上上面 甲板上 然后他用那个剪刀 先把那个刺剪掉 那个刺如果被它割到 那不得了 上面这一根 你说像背着这一个人 对 这一根很硬 这一根很 而且很尖锐 那这种鱼在印度 他刚才有讲说 是一种基因突变的一种产物 它本来 我们知道 鱼大部分都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关鱼也不是它吃人 所以人家叫它水怪 刚才战药有讲说 如果你小孩子 大人在河里面 大卡丽河里面游泳的话 他一看到就把你拖下去就吃掉了 嘴巴又这么大 牙齿又这么利 那他这种种鱼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本来我们刚才讲说是食物链 大一只小一小一只虾米 但它吃人 为什么 因为这跟印度的一个习俗有关 刚才也有提到一点点 我们看印度的习俗 看这一张 这张照片 这张它其实就是显示 当时那个印度 他们在人过世以后 用火烧 像火葬样 但其实他们火烧 并没有烧得像台湾说 烧得像画成 它不是 那有时候还剩一半肉体 就把它包一包到丹那盒里面 变水葬 这个也是 你可以看 它这个几乎就是没有火葬 几乎没有烧得直接 直接入水的 直接就掉下了 那当时这种鱼 它食物量太大 胃苦很大 那吃小鱼 万一没吃到怎么办 肚子饿了 开始找这种 找这种冷的大体吃 对 他在讲就是食物嘛 他还没有想那么多 吃久了以后 他当时有一个生物 协教卫廉到这边来看 后来才研究出来 说是基因突变 在越南这边 湄公河里面也可以发现得到 而且湄公河的 越南的人还给它取了另外一名 它叫做神的使者 可是社长 越南人他们之所以把这个碾鱼 取作为神的使者 因为除了它体型 也是这么大之外 还有人相信说吃了它之后 会长生不老 对 越南这个比较特殊 我们知道有一条湄公河 在东南亚这边的湄公河 从以前是中国滥沧江 过了这边有远殿 辽国 泰国 越南 都是它的流域 在越南这一带 他们说称有一种鱼 就旁边我背板这边 这个鱼 大连鱼 大连鱼他们叫 那这种大连鱼 跟刚才讲的水怪不一样 刚才水怪会吃人 牙齿又尖略 它这种连鱼是没有牙齿 一样是连鱼 但是长相都不一样 但它还是一样很重 它大概可以伸长到1.8米左右 最长的时候 也很大 有抓到过183公分了 然后体重大概有抓到的 有抓到有245公斤 那这种鱼 你看它没有牙齿 没有什么攻击力 不对 它一伸好伸手 像叶蚊一样 因为它尾巴会甩 它的连鱼很大 一片 对 那你如果鱼会去抓 不小心被它甩到的话 被它那个尾巴扫到的话 那个断手断脚 就力量很大 力量非常大 这种鱼 所以它们在湄公河 在大概每年 它主要是湄公河 每年4月的时候 开始下雨 下雨水就开始长 这种鱼它会缩 这个湄公河往上上游走 到金山脚这一带 去参丸 去参丸 它经过这个越南这边 跟泰国这边有一个村落的时候 那边河道比较窄 那通常他们那边的鸡饼 鱼饼就会去补种 去补种 那他们补种鱼很神圣 他们说因为这种鱼 他们相信吃的会长生不老 那是神的一个派来 试给他们的 叫神的使者 所以他们抓种鱼相当慎重 他们要出海之前 要下河之前 要先举行一种仪式 要先把那个鱼网 用那个药草先熏过 对 表示这个鱼网上面 附在鱼网上面的恶魔赶走了 他们才有办法去抓到这样好的鱼 是 对 这种鱼抓来以后 它这种鱼很特殊 它为什么到四五月抓的时候 它特别好吃 它平常是不能吃 平常很难吃的 不能吃 它里面那个油脂很油 油脂很厚 因为刚才讲说 它要四五月的时候开始上塑 上塑这个煤光河到脏油去产卵 所以它会经过几千公里的厘程 像鲑鱼产卵一样 一直收 收到油脂都消耗掉了 脂肪消耗掉 减肥过了 所以剩下的肉特别好吃 所以一定要这个季节去补 所以当时像泰国政府它有规定 如果你抓到这种鱼 你不能马上吃 不能马上杀 一定要送到那个水产试验所 那管理所 那水产试验所会起它的筋卵 去繁殖 繁殖成小鱼 然后这条大鱼再送回给鱼去吃 对 你再吃可以 所以这种鱼是相当珍贵的 但其实它杀伤力还是很强 没有牙齿 但你不要别它打到 打到 把它就越用狂掉了 嗜血的这种河怪在东南亚 频频的出现 可是在这个中国的广州 也一样在一座水库里面出现了 世人的狐怪 到底这狐怪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呢 而且一年居然要吃掉几十个人啊 君生哥 是 在这个 是